位在台東縣池上香的知名景點 天堂路 自從金城武拍攝航空公司廣告後 瞬間爆紅 搖身一變成了台東最知名的觀光景點 許多遊客都爭相到大樹下拍照 但是卻也對當地農民造成困擾 因為遊客隨手把垃圾丟在旁邊的農田裡 氣得讓農民說再不改善就把樹給砍了 你覺得很憤慨 想要把樹木修掉的原因是怎樣 不是說我會憤慨啦 就是說我會想說這樹木修是很悶啊 沒錯 在那裡也是無害求什麼樣子 就是說如果是繼續來 還繼續這樣來 有的農民說不然那種樹木修就好 就不會產生這種事情 這件事是各位農友在說啦 造成各位農民的困擾啦 尤其來本書黑白圈吼 這是對當地農民的困擾 但是這附近農民真的他們的車輛 他們來都黑白停 像我們的農機都比較大型 要過的 孩子還撞來撞肥 我們把農民在那裡去那邊怕到 不跟農他還不閃 這些農民一直說這張樹木修就去掉 金城武廣告片中的大樹 成為台東最知名的景點後 許多當地農民紛紛向台東縣議會 副議長陳厚中陳情 副議長也呼籲遊客不要亂丟垃圾 造成當地農民的困擾 遊客到這裡金城武大道來 那個農民在辛苦插陽 田裡面一天到晚都在撿垃圾 這個農民他已經造成這麼大的反彈 但是我們遊客要有發揮功德心 來到這邊車不要亂停 垃圾不要亂丟 不然的話 農民他一直在反應說 他要把這個樹砍掉 如果砍掉的話 你看多可惜啊 希望遊客幾民眾一起來維護 這個台東最知名的景點 讓大家可以繼續看到 金城武廣告片裡的明鏡 東南新聞池上香綜合報導